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你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4月24号 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聊聊上海的疫情 聊一聊上海这个乱象啊 这两天啊,上海的这个阳性病例的数字又上来了 以前啊,到了两万以下 一万九,一万八 那么昨天前天又到两万以上了 上海的这个疫情啊,可以说是反反复复啊 从最开始的,只有几十例 精准防控,什么2加2模式 什么切块式管理,什么压茬式推进 到后来鸳鸯锅式管理 从这个先按一下浦东,再按浦西 再到后来,什么全域静态管理 再到后来,是叫什么分区管理 什么广控区,风控区,防范区 黄埔江以东的,不能到黄埔江以西 等等啊,到了4月中旬 又是叫攻坚战啊 设定了某一个时间,这个社会面动态清零 4月22号又提出了什么九大行动 可以说是层层加码 对病毒啊,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这个进攻 把病毒啊,要封锁住 但是呢,实际结果呢 这个差强人意啊 先不管说病毒,封的怎么样 阳性病例有没有下降 社会面清零有没有做到 单就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基本生活 那可以说还是一团糟啊 现在在网上,则便一搜 那还是叫就一难,买菜难 如果说病毒啊,看不见摸不着 非常狡猾 奥密克戎啊,传播非常快 传播链非常隐蔽 很难检测 这个都能理解 老百姓也很配合 但是这个就一难 买菜难 然后这个高价菜 变质菜 这些事情看不见摸不着吗 那么难对付吗 所以这就是个问题啊 上海从普通封城到现在 将近一个月了 有的重点小区啊 可能四五十天了 已经封了 那这么长时间里面 这些问题都没解决掉 这个毒点 上海市委 什么疫情防控发布会上面 多次表态 上海的书记啊 也下到街道 到处视察 到处看 虽然说不知道 团长是什么意思 但是呢 多走一走 看一看 这些啊 他很快就能掌握 不至于啊 说现在这个社会 年轻人玩的那一套 他们六十岁的人 搞不明白 那是不可能的 那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喊着 要把毒点打通 怎么这毒点 感觉越打越多呢 这个菜 你越打 价格越高呢 昨天 浦东新区 为了这个 向病毒 发起新的一轮攻击 浦东新区啊 采取了这个叫 硬隔离的手段 什么叫硬隔离 大家自己在网上搜一下 就知道了 简单一点说啊 就是你那一栋楼 只要有阳性 是封控区 那么呢 把你那个楼道 就要给封上 如果你的楼道 有条件的话 它会在外面 用那个铁栅栏 给你封 如果你那个楼道啊 没有条件 它可能直接 把你门给封上 然后再派 24小人指手 这个硬隔离啊 我理解成啊 你不像是在 隔这个病毒 实际上是在隔人 把人隔离住 上海封控啊 这么四五十天里面 确实也有个别人 不遵守这个防疫规定 到处乱窜 肯定有这样的人呢 但是我们要看一看 这样的人是少数啊 极个别的 上海人大部分都是老实的 一说封控 就得捞到 足不出户 就老老实在家待着 让你什么时候下楼 你就什么时候下楼 让你什么时候做核酸 你就什么时候做核酸 让你别出门 物资都有别人给你送 那别人就在家里 大部分都是老老实配合的 确实有个别的 不遵守防疫规定 到处溜达的 不能否认 但是就是为了对付着个别的 不听这些防疫规定的 不遵守防疫规定的 就要把所有人都封上 这个做法值得删去 为什么呢 至少这样不安全呢 万一发生个什么火灾啊 或者自然灾害 你把门给堵上了 这怎么算怎么回事呢 这个人是违法的啊 对吧 大家可以看一个图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第28条 任何单位 个人不得损坏 挪用或者擅自拆除 停用消防设施 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 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兼具 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通道安全出口 封闭疏通道安全出口 这个可是消防法规定的 那你这个防疫法和消防法 是不是两个法律的打架啊 还是说你谁把防疫法给它扩全了 范围扩大了把防疫法扩大到比消防法要高 这个还涉及到违法的问题 都是法律啊 如果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什么防疫小组的规定 那就更有问题了 你政府行政命令是不能大于法律的 政府不能违法啊 所以这个问题它在中国就这么自然啊 它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大家肯定也知道了啊 浦东昨天晚上还真发生火灾了 有人辟谣说这不是昨天发生的火灾等等啊 但是即便是不是昨天发生的 那浦东那么大发生火灾是很自然的 那你把下面给封住了 火灾啊实际上就是几十秒的事啊 几十秒你跑不出来 人家被呛死了 它不是烧死的 就是我们再特意不说啊 你这么硬隔离 如果还不能清零 那怎么办 下一步措施是什么 难以想象的 上海市居民啊 这个封控在家里面啊 也是接受网上的信息啊 为什么呢 就是很多人有点老年人 他根本就不下楼 就在家里待着 因为老年人本人就害怕 这个病呢 专门找老年人的 老年人有基础病 很容易得上 得上之后容易重症 对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 所以这老年人呢 本身就不敢下楼 也不出门 除了做核酸就不外出 但是呢 偏偏有很多这样的老年人 他就发现了是阳性 非常不可思议啊 你政府或者是叫卫健委 疾控中心 对这个现象 没有办法解释 或者是解释的不到位 你没有办法解释说 这一个老年人在家 待这么长时间 他阳性了 有的封了三十多天 突然阳性了 解释不了 不知道怎么传播的 很多人就认为啊 说什么七荣椒传播 七荣椒传播 就会顺着这个下水道啊 会传播到整栋楼 因为居民楼啊 它不可能有什么送风系统嘛 所以说只有下水道是连着的 这就导致很多上海市民啊 买那个消毒液啊 消毒水啊 往下水道里灌 每天灌结果就造成下水道出问题了 上海这赶紧辟谣啊 说这个病毒啊 不是从下水道传播的 你辟谣不是从下水道传播的 那你倒告诉这个被封控的人 这病毒是哪传播的 对吧 人家就不出去接触 我们再聊聊这个上海的这个 看病男 这个昨天晚上啊 晚上流传一个 大概三四分钟的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就是一个孩子妈妈拍的 这个小孩八岁 小女孩可能说胸口有个小硬块 这个家长肯定很紧张啊 就带她到医院去检查 结果到了急诊 要阴性报告 没有啊 那就现场做核酸阴性报告 小女孩就在急诊室外面 露天的啊 裹着被子 在椅子上坐着 一直坐一夜 坐到天亮 结果到医院里面 也没人给她看 没人给她指 问谁谁都不知道 该怎么办 这个小孩的妈妈非常绝望 大声质问了 上海怎么了 这个社会怎么了 然而啊 面对这个愤怒的母亲啊 这些医生 这些大白 各个沉默不语 因为他们也回答不了 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也解决不了什么 本质上啊 你看在上海的防疫过程中 一种是叫像机器一样的执行命令 对上级的命令 严丝合缝 一丝不苟 这个机械的执行 一种呢 是拒不执行命令 就是反抗 或者就是扬奉阴违 但是在这两种之间 大量的灰色地带 作为执行的人 实际上是有大量的这个空间的 所谓的是枪口 可以抬高一寸 执法也是可以通勤搭理 礼貌温和 带有温度 有的情况十分紧急 该通融就要通融 就得想办法解决 不能拿着鸡毛当令箭 尤其是在生命 人命面前 对吧 人都已经到了鸡针室门口了 就是打一针的事 结果就是因为没有合算报告 等着 等五个小时 合算报告出来 人已经去世了 这种悲剧是谁造成的呢 广州看病难 这个网上非常多 咱们就不举例子了 说说买菜 是保供物资 这个一次充好等等啊 现在一方面 有很多地方政府啊 继续啊 把这些好的物资 全部扔垃圾桶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网上还有很多视频 而且是昨天的 有很多居民理论 这个黄瓜 这个素材 明明是好的 为什么全部扔到垃圾桶 就是扔到垃圾堆 垃圾站 这些防疫人员 这个或者是社区的领导 就来一句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是执行命令 不知道是执行着谁的命令 一边是上海市民 团高价菜 一边呢 是把这些物资扔垃圾桶 大量的外地 捐赠给上海的物资 为什么上海市民拿不到 或者上海市民 被迫去团那些高价菜 我看了一下 那个吉林啊 东北啊 给上海捐赠的大米 都是几千万吨的 连俄罗斯啊 都给上海捐了物资啊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的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上海的物资 肯定是不缺的 那为什么上海老百姓 就是缺呢 要么拿到手 它是变质的 腐败的 腐烂的 这里面就有很大的问题 刚才说的 物资到了上海 为什么到不了消费者手上 或者是通过团购 到了消费者手上 这问题就出在这儿啊 一部分物资啊 因为他们发放的不及时 可能就堆烂了 包括肉啊 现在上海温度也高了 很多肉啊 有的是冻品 你不在短时间内 给居民发下去 那么肯定是 这个品项就坏掉了 坏掉了 就得扔 造成大量的浪费 这个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什么呢 是故意的啊 没有人手发 只如你们被封在里面 饿死了 这个没人管 所以说呢 干脆扔垃圾桶 更有甚者呢 是把这些菜扣下来 在倒卖给这些团长 大家一起分钱 这个肯定是有的 这个各地啊 给上海捐赠的 什么爱心大礼包啊 或者是什么素菜包 它里面是配套的 比如说有白菜啊 萝卜啊 马铃薯啊 然后肉啊 鸡啊 这样也是一个礼包 结果呢 上海市有地方政府啊 把这个礼包里面的肉 就是价值高的菜 拿出来 价值低的菜 在原封不动的 然后呢 把这价值低的菜 给居民发下去 这是捐赠的 结果呢 这个礼包里面 有这个清单啊 可能也是 这地方政府工作舒服了 没有注意到 人家把这个菜的名称 都放在这个清单上了 比如说白菜是一颗 萝卜是两个 肉是一斤 鸡是一只 等等啊 结果肉啊 鸡啊 不见了 这样的事情啊 在上海都能发生 要搁平常啊 谁要怎么说 一般人还难以相信 难以置信 上海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结果呢 这是偏偏就在上海 在磨斗啊 发生了 我想很多在上海的粉丝 你们是有感触 这个在晚上这个视频的啊 这个我还看到这个视频了 这一帮穿着白衣服的 大白啊 不知道是志愿者 还是社区的工作人员 还是什么管物资的 把每个包装箱打开 把里面一张纸抽出来扔掉 再把包装箱给它封上 为什么 这显然呢 这张纸啊 肯定是记载着某些秘密啊 我想象一下都能知道 这张纸要么就是清单啊 这是箱子里面有什么 要么啊 这张纸就是啊 捐赠的企业 或者捐赠的地区啊 人家写给上海市民的一封 什么鼓励的信啊 或者是 对吧 就是什么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啊 同心守护啊 相信上海会好起来的 等等啊 然后估计里面有啊 特别向上海捐赠物资 对吧 有这样的说法 那么有这么一张纸在里面 那他这个包装食物啊 或者是大礼包啊 他就没有办法倒卖啊 这一倒卖出去 别人又知道了 这捐赠物资又被倒卖了 所以他们不辞辛苦啊 在人手这么紧张的情况下 在抗疫防疫 这么危急 这么繁重的情况下 依然抽出人手去 一箱一箱的打开 把这纸找到 把他扔掉 这个背后没有这个私欲 在支配着他们吗 这一切啊 大家想一想 难管理吗 比病毒还那么狡猾吗 比奥米克戎还难管吗 那为什么上海市政府 就解决不了这事呢 常言说的好啊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很多网友啊 就开始把上海市政府啊 前几届的都进行对比 纵向对比 不要跟深圳比 也不要跟广州比 也不要跟什么西安比 那就横向对比 纵向对比 就跟上海前几任的这个市长书记啊 进行对比 很多网友啊 就开始怀念上海的以前的一些老市长啊 我在网上看到一段录音 大家听一下 对这些啊 我也不想做评价 当时上海市人有发言权 上海市人民啊 无缘无故的怀念起老市长 那就说明一些问题 叫公道自在人心啊 这些上海市的大大小小的官员啊 这个上海市老市长 当年就是为了解决上海市啊 吃菜难 买菜难啊 所以他们叫菜篮子工程 那个是面对的是物资短缺啊 人家花半年把问题解决掉了 但是上海市这次啊 封城 四十天五十天了 老百姓还是买菜难 要么就吃高价菜 要么就吃劣质菜 总之老百姓不满意 其实想一想啊 原因不外于两条嘛 第一个就是暂时性的物资短缺 对吧 暂时性的物资短缺 那造成这个中间环节啊 这些商家自然就要涨价 这个可以理解啊 因为它符合市场规律 你不能老是用道德的标准 要求这些做生意的啊 不能发国难财 对吧 因为这个时候你也没办法衡量 多少叫发国难财 多少叫不发国难财 多少叫粮性价 因为它这个价格组成啊 环节非常多 它不是说啊 这个交易链条非常短的啊 从田间地头直接到你手上啊 那是农民不能卖太贵 因为从农民到你手上 那中间可能有十来个环节 每个环节都可能因为受疫情影响 都会造成短缺 都可能导致涨价啊 总之这个有一点的市场这个规律在里面 那么因为这个物资短缺 造成的这个价格上涨 大部分人是能接受的 那你要解决的就是 想办法多提供物资 只要这个物资一充沛 它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或者是跟上海市政府所说的那样 把这些毒点打通 它价格也就下来了 因为毒点越多 导致它成本越高嘛 这个是咱们从市场的角度去看 这个事情 第二个高价菜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权力 权力的垄断导致了高价菜 这个在咱前面的视频里面就说的很多了 是权力导致的 这个跟资本家啊 跟这些黑心商贩 关系还不大 因为有权力作怪 所以京东的货就送不到小区 因为权力作怪 所以辽宁的捐赠物资 它就倒了垃圾桶 因为权力在作怪 所以导致啊 对吧 外地捐赠给上海的物资 被倒卖掉了 这个权力不是某一个人 是大大小小的官吏 都有这个权力 我是街道办的 那我就有权力要求 以防疫为名 我就不让你们到我们街道来 小区的居委会也有权力 也是以防疫为名 我就不让你到我们小区来 不同的官僚有不同的权力 所以呢 这些权力就造成了这个物资 明明是很充沛的 但是老百姓就得吃高价菜 权力的垄断才是真正的垄断 所以说到这儿 上海市这个买菜难 高价菜 一系列乱象 其实答案很简单 就是上海市官场 大大小小的官员 里面有一批人贪污腐败 权力寻租 以权谋私 咱们再聊一个轻松的 大家看一看图片 这个应该是王思聪 被隔离了 进了方舱 他这个不注意看 还以为他在搞什么行为艺术 王思聪这几天 在微博上 在这个舆论上面的表现 让很多人惊呼 说什么富二代清醒了 大概这个意思 那个网上大家可以看一看 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王思聪 首先是怼这个伊林药业 对吧 他怼伊林药业 可能是伊林药业造假呀 对吧 虚假宣传 主要是那个莲花清文教南嘛 当然也有人说这个王思聪啊 什么万达集团 他们背后什么 什么辉瑞 对吧 等等就是设计利益 所以王思聪怼这个伊林药业 这些啊 咱们也搞不清楚 我也不想去过多的去评判 但是这个伊林药业 的确有问题 他自己后来有公告了 说了莲花清文教南 没有通过什么验收 没有通过什么实验 这些都正在做 正在做 他就已经卖了十几年了 然后他宣称 他是预防新冠肺炎 治疗新冠肺炎 都是有效的 很多网友就问了 既然莲花清文教南很便宜 又能预防新冠肺炎 又能治疗 那为什么国家不强制 每人按时定期的服用呢 这个王思聪啊 后来又发了一个朋友圈 还是微博啊 微博应该是 我也看到了截图 他的意思就是 不配合核酸检测 说核酸检测 不是在检测这个病毒 是在检测奴性 还有一这个原话怎么写的 我不知道了 很显然啊 这个这条微博 半一小时之内就删掉了 但是转发的很管 大家都知道了 很多人就对王思聪啊 刮目相看 因为王思聪给大家的这个印象 就是一个富家子弟 吃喝玩乐 每天都是泡网红 居然还能写出这样 检测奴性 不过这样好了 进了方舱 每天不测也得测 不测你就出不去 最后啊 有网友总结 什么样的人在上海 在当下的上海 能活得下去 有这么几个条件啊 第一个 你必须没有慢性病 第二个 有稳定的收入 第三个 可以在家工作 第四个 有固定的住处 第五个 没有大额负债 第六个 你的社区品质良好 第七个 社区有物食物供应渠道 第八个 会熟练使用智能手机 团购 抢菜 第九个 最最重要的一条是 你必须保证自己 不会突发疾病 具备了这九条 你基本上可以苟活于 什么魔都乱世 我倒是认为啊 你还得再加一条 就是你的祈祷啊 你那一栋楼不能有阳性 如果有阳性 你是一样的 也会被封在里面 一旦起火 遇到的危险是一样的 就像飞机坠落 你是头等舱和经济舱 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说啊 即便你具备了九条 也未必能够在上海过得好 好 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应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